今天我們來做一道小吃,叫地瓜球 地瓜的種類不受限制,這次我用的是紫薯跟普通的地瓜 首先就將紫薯跟地瓜洗乾淨之後吃皮備用 再將紫薯跟地瓜切成薄片,你也可以適當的切成小丁,這樣蒸煮的時間會更短一些 把地瓜門都處理好了就可以下鍋蒸了 水開之後將紫薯跟地瓜下鍋蒸至變軟,整個過程大約是10-15分鐘左右 時間過去10分鐘,先把火調小,來看看地瓜們的情況 嗯,這個還很硬,有點頑強,先不管它 再來看看紫薯的情況,它已經變軟了,那我們就可以先將它取出鍋 煮完牆的小椒火,就讓它繼續再蒸個五分鐘吧 先將剛蒸好的紫薯取出來,放到一個乾淨的碗中 趁它還熱的時候,用叉子把它們壓成泥 壓成差不多像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倒入白砂糖,再用叉子將它們拌勻 隨著白砂糖跟紫薯泥的交合,你會發現它們慢慢的開始變得更濕潤 半圓後的紫薯泥就是這樣一個狀態,緊接著就放入底瓜粉 其他的名字我已經寫在字幕裡面了,自己看 慢慢的拌,直到你看不見任何乾粉 單瓶這樣子它是很難形成一個麵團的,我們必須下手去揉 所以等到拌的差不多的時候就可以將它轉移到案板上面 用手輕輕的按壓,將它們揉成一個麵團 剛開始你可能會覺得它有一點硬,但沒關係 你繼續揉下去它就會慢慢的變軟了 將揉好的麵團分成小份,然後再揉成長條狀 這個麵團的粗細,取決於你想要成平的大小 再將揉好的麵團切成小塊 在這裡盡量讓它們保持一樣的大小,這樣烹煮的時間才能保持一致 取一個麵團放在手掌心,就跟揉湯圓一樣,把它們揉成一顆球的樣子 再搓一顆看看 利用同樣的方式來處理另一種地瓜 因為每一種地瓜的含水量不一樣 所以在地瓜粉的用量上記得要多留意一下 如果地瓜泥是比較濕潤的話,那可以少用一些地瓜粉 地瓜粉加少了的話,我們的麵團會比較軟也比較濕 這樣成品可能會比較容易回軟 在你還沒吃之前就變得軟趴趴的 但如果一旦你加多了的話,整個成品吃起來就會脆脆的 就沒有那種軟軟QQ的口感了 所以用量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同樣的也是將它放到案板上面揉成團 揉成長條,再切成小塊 再把它搓揉成小球球 再把它搓揉成小球球 約10-130攝氏度左右 將地瓜球球們一個一個放到油鍋裡面 開中小火炸1-2分鐘 先把地瓜球的外皮炸至定型 適當地攪拌一下,以確保它們能均勻地受熱 只要你稍微留心觀察 你就會發現這個地瓜球旁邊冒著的油炮會慢慢的變少 正當油炮開始變小之後 你就可以用一根哨子輕輕地按壓地瓜球 你會發現它們慢慢地開始膨脹了 公平一點,不要偏心 記得每一顆都要按壓一下 不要讓它們覺得你冷落了任何一顆地瓜球 但往往在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有些地瓜球的樣子已經開始走形了 一般上午都會間歇性地按壓三次左右 千萬不要嘗試過度擠壓 千萬不要嘗試過度擠壓 不然它們真的會走形 炸至第六分鐘的時候先將地瓜球們取出過 然後轉大火把油溫拉高 當油溫升至170攝氏度左右 就將地瓜球下鍋,重新覆炸一遍 這個步驟不僅能將殘留在地瓜球裡面的油逼出來 同時也能搶酥,讓它們保有一層酥脆的外皮 炸得差不多了之後就將它們取出鍋吧 簡單的地瓜球就完成了 簡單的地瓜球就完成了 按一下給你們看 謝謝收看,我們下個視頻見 對我們下一個時段 從這裡 我們下一個時段